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全哥的朋友就是喂喂喂喂啦 四条的哪个丑四条的 四条铜更大 这草四条铜只长得要更大点 它长不大了 它就只长得更大 这个都是农家四样的草铜 是炮铜 炮铜 草铜肯定一个口感更好 也论个营养价值都不一样 前铜摘椰以后就要用温水洗 因为这个铜子摘椰以后 和都和上它有点铜嘛 要温水才洗得干净 现在这一只铜的是多大多重啊 现在的铜嘛一个嘛 就是两只铜 哦 炸完之后两只铜 炸完之后两只铜 就是没炸之前有多重 没炸之前 后来就是三只铜啊 咱自贡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铜子 别的鱼铜我不晓得好 反正我这一只鱼铜 早晨有冷吃铜面 中午有鲜铜铜 晚上有紫浆铜 宵夜还有冷吃铜 还有干铜铜 哎呀 一天四个啊 嗯 还有宵夜嘛 那咱自贡人一年能吃多少铜啊 哦 一年没办法铜铜铜 都是降天算 降天算 一天嘛估计几十万只吧 几百万人的吧 一天几十万只啊 肯定有的肯定有 哦 看到草头了哈 半年到十个月 哪怕两三年它也只长得这么大 你看这个铜铜铜铜了哈 三个月就会长这么大 这个铜铜的栽子间的要配哈 不配不入味 我自贡的铜必须用自贡的经验 哪个年来的铜铜铜铜都不好使啊 五年 嗯 这个是这个红土浆 你腌多久啊 腌两个小时 要拌到手转为止 咱那样手工切的话 一天都能切多少斤啊 切我们最多是六七十个人切 切个万八斤 哦 这个还得这样手工办 嗯 机器办要把这个肉炸脆 这是啥油呀 这是炸的酸辣油 一锅吃两锅 这个又是五十斤 炸三锅就还有 然后炸了捞起来 然后我们再下料来炒 你们一天一万多斤 都是这样一锅一锅的炸 对哦 炸一锅要多少时间啊 炸一锅要十多分钟吧 这个油我们是红色的 这个油是炸的辣椒 还有香料煮在一起熬的 这是我炸冷水的转油油 这油锅炸多少斤啊 一锅炸五十多斤 咱放那么多油吃起来不会腻吧 不可以不可以 咱们是纯菜油不得腻的 不油 你放这么多辣椒不辣吗 这个就是我要炸骨炸的朋友 我说喂喂喂喂喂啦 你们自己吃的时候放多少辣椒啊 我自己吃了辣椒比兔子多 辣椒比兔子多 没头 冷吃吐啊 看看拆开包装看一下 尝一下 它都是这种小的包装啊 这种东西也方便食用一些 哎呦看看这辣椒 这麻椒 又麻又辣的 一看就非常过瘾啊 就里面放的这些麻椒和辣椒 我感觉都比这个吐肉贵啊 他们吃麻吃辣吃的特别讲究 这个你如果说 吃个米饭啊 配个那个煎鸣啊 配个埋酷啊 觉得下饭神奇啊 有多好吃你们自己想了